大家好,我是电影米小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2022年上映的德州电剧杀人狂 作为该系列的第九部续作 剧情上只和1974版有联系 简单回顾下前情 1973年8月 德州发生一桩惨烈的命案 一个身份不详的疯子 以极其残忍的手法 虐杀了五个年轻人 疯子用到的武器令人胆寒 有铁锤有肉钩 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一把电锯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 萨拉报警后 绝口不提那天看到的恐怖情景 警方根据他提供的证词 发布了皮脸的合成照片 但他的真实身份至今仍然是个谜 五十年过去 关于皮脸的身份众说纷纭 人们甚至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 一些电影周边 甚至很受年轻人的追捧 女孩莱拉走进驾驾站的商店 或加上的电钻开评器 成功引起他的注意 结账时 莱拉看到柜台旁贴着一张旧报纸 上面刊登的正是萨拉接受采访的新闻 从电脑板口中得知 死里逃生的萨拉 后来在德州当了护灵员 这些年 她一直在搜寻皮脸的踪迹 可惜一无所获 说话间 莱拉的姐姐麦勒迪找了过来 她是一名厨师 这次是要到哈洛镇 为选中的新店铺造势 一起去的除了姐妹俩 还有合伙人 但丁和她的女友路斯 哈洛镇虽然没什么人 但盛在地价便宜 但丁和麦勒迪不仅要开店 还想把这里打造成特色街区 原本会有一车的投资者 要到这里选铺子 可能是路上耽搁了 现在人还没到 但丁选中的店铺 前身是成立于1925年的一家孤儿院 但丁提前联系的装修工瑞特 已经对房子进行了改造 然而刚到门口 但丁就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楼上竟然插着一面 黑奴时期的南方联邦军旗 侮辱谁呢 但丁气呼呼跑到楼上准备拔旗 结果够不到 就在这时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是房屋的原主人 在孤儿院倒闭之前 一直负责照顾这里的孩子 麦勒迪耐心地向老妇人解释 早在几个月前 银行就收回了这栋房子的产权 您不该出现在这里 可是老妇人去奸城 她欠银行的钱已经还清 还说自己手上有房器 麦勒迪提出想看看 却遭到老妇人的拒绝 就在两人争论时 一个大高个出现在楼梯转角处 她背对着光 看不清脸 老妇人让她回房间 然后告诉麦勒迪 这是她最后一个孩子 她很特殊 在外面无法生存 所以为了照顾这个孩子 她是没办法离开这里的 说话间 警长和副警长找到这里 他们是来强制腾房的 可老妇人就是不愿走 拉扯中 老妇人心脏病发 大高个儿下楼把她抱在怀里 警长告诉麦勒迪 她是老妇人的儿子 之后 一些人坐上警车 准备去医院 麦勒迪因为刚才的举动 有些愧疚 于是也想跟着去 大巴车上的投资者 这时候来了 露丝让她留下来主持局面 医院她可以帮忙跑一趟 结果中途 老妇人就死了 临死前 她叮嘱大高个儿 要做个好孩子 还有不要进她的房间 见老妇人没了动静 大高个儿慌乱地 给她戴上氧气罩 显然不起作用 大高个儿奋力晃动着氧气瓶 副警长伸手阻止 却彻底惹怒了大高个儿 她抓住副警长的手 暴力扭断 再用裸露出来的尖骨 刺紧副警长的脖子 副警长试图开枪 结果却误杀了 驾驶室里的警长 警车彻底失控 撞上庄稼地里的农用车 才停了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 露丝从昏迷中醒来 透过后视镜 她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大高个儿竟然割下 老妇人的脸皮 戴在自己脸上 原来她就是皮脸 露丝努力平复心情 然后拿起对讲机 向外面求助 加油站的老板 听到露丝的遭遇 立刻把皮脸 在小镇出没的消息 转告给了萨拉 这次 她一定要为死去的 家人和朋友 报仇血恨 警长突然回光返照 她很快就被大高个儿发现 露丝装死逃过一劫 可怜的警长 这次是彻底凉了 趁着皮脸 处理老夫人的尸体 露丝想开车跑路 然而 就在她向驾驶室挪动时 皮脸回来了 露丝转过头 和她四目相对 皮脸一手掐住 露丝的脖子 一手将匕首 刺进她的肚皮 无路可逃的露丝 当场领了盒饭 麦勒迪这边 她收到露丝发来的短信 得知老夫人已经归息 这下 负罪感更重了 莱拉得知老夫人的死讯后 觉得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 于是 几人准备开车离开 不料 瑞特突然跑出来 抢走了大巴钥匙 她认为 老夫人的死 和麦勒迪几人有关 不能就这么把人放了 担心自己真的冤枉了老夫人 麦勒迪让蛋丁到车上拿地契 结果傻眼 银行工作人员黑姐的文件包里 并没有属于他们的地契 只让麦勒迪的心咯噔一下 她和蛋丁回到孤儿院 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地契 麦勒迪在老夫人的卧室里 发现一个木盒 里面装着的正是地契 这意味着老夫人没有说谎 楼下突然传来响动 正在客厅找东西的蛋丁 看到厨房里 悬空放着的厨具莫名晃动 似乎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蛋丁走过去查看 通过锅底反光 她看到一张恐怖的人脸 蛋丁想逃 可惜来不及了 皮脸捂住她的嘴巴 然后给了她狠狠一刀 麦勒迪走下楼梯 恰好看到倒在血火之中的蛋丁 以及一旁正准备割脸的皮脸 麦勒迪躲进老夫人的衣橱 几秒钟后 皮脸也追了过来 不过她并没有发现麦勒迪 翻了半天 她从衣橱里拿出一件老夫人的裙子 抱着裙子伤心一会儿后 她又对着镜子 把老夫人的彩虹抹在脸上 不是说不让进来吗 看来老夫人的遗言 已经被皮脸抛中脑后 画着画着 楼下传来投资商们的欢呼声 他们高兴极了 皮脸很生气 砸烂梳妆静后 离开了卧室 麦勒迪想从窗户逃生 但外面安了防盗窗 根本钻不出去 麦勒迪挥舞双手 试图引起楼下投资者们的注意 倒霉的是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下起雨来 大家全都跑到大巴上躲雨 门外传来脚步声 麦勒迪迅速躲到床底 果然皮脸返场了 她抡起大铁锤 暴力地砸向墙壁 怪不得老夫人不让她进来 因为皮脸的终极武器 电锯就藏在卧室的墙壁中 麦勒迪吓坏了 哪里还敢动 只是皮脸没想到的是 但丁还没死 她逃出孤儿院 想向外面的人求助 瑞特看到但丁在雨中 亮呛着行走 于是找了过来 但丁被刀割开的嘴巴 吓了瑞特一大跳 但丁想说出真相 可是已经说不出话 来不及留下任何遗言 她就死了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瑞特 让黑姐先去报警 然后告知所有人 待在大巴上别出来 交代完 瑞特则带着手枪 到孤儿院里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皮脸正在拉响电锯 准备大杀四方 瑞特上楼时 没注意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皮脸十分警觉 听到声音后 立刻停止手里的动作 她拿起电锯 躲在卧室的房门后 为了提醒瑞特 麦乐迪伸出一只脚 移动了旁边的全身镜 来到门口的瑞特 从镜子里看到了 躲在门口的皮脸 皮脸突然发动袭击 瑞特虽然有惊无险躲过 但在接下来的交战中 她必然不及 左腿被皮脸用铁锤敲断 行动力受到限制 瑞特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很快 脖子也被碎玻璃划伤 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瑞特发现 麦乐迪躲在床下 没有声张 而是默默掏出大巴钥匙 给麦乐迪留一条生路 杀死瑞特后 皮脸离开了房间 麦乐迪小心地爬出床底 将车钥匙拿在手里 大巴中 莱拉见黑姐面色凝重 问她外面发生了什么 黑姐担心造成恐慌 什么也没说 担心姐姐出事 莱拉不顾黑姐的阻拦 执意下车去找麦乐迪 结果没走多远 就看到了淡定的尸体 闭面楼梯发出声音 麦乐迪顺着栏杆爬了下来 落地的瞬间 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但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因为一个可怕的眼神 正在转角处凝视着她 皮脸扔出斧头 麦乐迪幸运地躲过 但因为用力过猛 她的身体砸穿地板陷了下去 恐怖的电锯声响起 麦乐迪只能在狭窄的空间里爬行 出口被铁网封死 从里面打不开 电锯切断卫生间的下水管道 恶心的排泄物 教得麦乐迪全身都是 庆幸的是 莱拉找了过来 她从外面扯开铁网 把麦乐迪拉了出去 姐妹俩朝着大巴狂奔 黑姐见到两人 赶紧叫醒睡觉的司机 麦乐迪交出车钥匙 催促司机快开车 可是汽车没开多远 突然停了下来 没等黑姐出手阻止 司机已经一溜烟下车查看 下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等到回来就只剩一颗头了 皮脸拎着电锯闪亮登场 黑姐也吓得步步后退 车厢里还在喝香槟开派对的人们 完全没意识到死神来了 好笑的是 看到皮脸的瞬间 他们以为是行为艺术 竟然齐刷刷 举起手机开直播 直到第一个作死的人 被电锯杀死 他们才察觉完蛋了 刷直播的网友们没有报警 因为他们不相信 这是真的 车厢瞬间沦为人间地狱 随着电锯的轰鸣 血浆狂洒断枝横飞 混乱中 麦勒迪带着莱拉躲进卫生间 卫生间的顶部有一个天窗 最后关头 姐妹俩终于逃离死亡大巴 途中 两人遇到一辆车 司机正是萨拉 几个小时前 萨拉找到出车祸的那片庄家地 在翻倒的警车中 她看到了两具警察的尸体 接着又在不远处的向日葵地 发现老妇人的尸体 血腥的场景勾起萨拉痛苦的回忆 从剥皮的手法来看 显然就是皮脸干的 根据警车车牌所属地 萨拉这才来到哈洛镇 麦勒迪和莱拉以为自己获救 殊不知 萨拉没有要走的意思 她好不容易找到皮脸 怎么可能不报仇 猜出皮脸的目标是姐妹俩 萨拉把他们关在车上当诱饵 然后拿着枪去找皮脸 时隔多年 加上杀的人太多 皮脸根顿认不出萨拉 萨拉如果现在开枪 杀死皮脸一如反掌 但她很执着 非要皮脸说出她的名字 皮脸懒得搭理 拿起地上的电锯 出门去找麦勒迪姐妹 电锯击碎车窗玻璃 皮脸抓住了莱拉的脚 僵持过程中 萨拉赶来 开枪击中了皮脸 但是并不致命 萨拉狡嚣着 现在想起我了吗 我就是那个逃过一劫的人 皮脸见形势不妙 立刻躲进了黑暗中 萨拉把钥匙丢给姐妹俩 让他们开车走 不远处 响起电锯声 萨拉提枪找了过去 短暂的平静后 皮脸突然从垃圾堆里冲了出来 萨拉迅速扣动扳机 可惜第一枪被电锯挡住 想开第二枪已经没机会 来到跟前的皮脸 徒手抓住了萨拉的枪杆 见状 萨拉掏出小刀 戳了戳皮脸的身体 但这对皮脸来说不算什么 皮脸开始反杀 用电锯击穿萨拉的身体 然后把它举了起来 原本能跑路的麦勒迪 实在看不下去 为了给死去的人们报仇 她猛踩油门撞得过去 皮脸丝毫不慌 扔掉萨拉后 直接将电锯甩了出去 慌乱中 车子冲进一旁的轮胎垫停了下来 莱拉没什么事 麦勒迪比较惨 她的大腿被一根钢管刺穿 动弹不得 麦勒迪让莱拉别管她 赶紧跑 很快皮脸找了过来 为了给莱拉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 麦勒迪生泪俱下的向皮脸道歉 就在皮脸拉向电锯 准备了结麦勒迪时 不忍心让姐姐惨死的莱拉 折返了回来 原来她捡到一把枪 但尴尬的是 里面的子弹已经打光 危急关头 莱拉拔腿就跑 两人拟追她逃 虽然莱拉侥幸躲过皮脸的攻击 但最后还是摔倒在地 这时突然一声枪响 没想到身受重伤的萨拉还渗一口气 皮脸被她开枪吓跑 危急暂时解除 听到姐姐的呼喊 莱拉跑着找过去 却被萨拉叫住 别跑 只要你一跑 皮脸就会追着你阴魂不散 萨拉给莱拉留下装有子弹的长枪 然后就撒手人寰 莱拉鼓起勇气 拿着长枪去射杀皮脸 敌人躲在暗处 想发现目标并不容易 担心妹妹出事 麦勒迪忍着剧痛试图把腿从钢管上拔出来 莱拉走进一间乱七八糟的仓库 身后传来动静 莱拉小心探查 不料是皮脸设下了陷阱 来不及反应 莱拉被皮脸扑到水坑之中 几分钟后 莱拉艰难地爬了上来 准备去拿枪 结果皮脸一个鲤鱼打挺 也冒了出来 为了阻止莱拉 皮脸扔出电锯 割伤她的腿 这一刻 全世界安静到 只能听到心跳声 就在莱拉以为再接难逃时 麦勒迪突然跳到皮脸身上 可是她的力气不够 很快就被甩了出去 皮脸举起电锯 凶狠地走向麦勒迪 因为腿受了伤 她连躲避的机会都没有 好在最后一刻 莱拉挡在她的面前 并且开枪打中皮脸 但皮脸的生命力 一乎寻常地顽强 直到打光子弹 她都没死 麦勒迪集中生智 拿起电锯 把皮脸怼进了水坑 水面被鲜血染红 皮脸沉入水底 总算没了动静 天亮后 姐妹俩准备开 萨拉留下来的车 离开小镇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汽车刚开启自动驾驶 车窗突然被打碎 没错 皮脸还活着 麦勒迪被她抓了出去 最终 当着莱拉的面 皮脸用电锯 切掉了麦勒迪的头 莱拉伤心欲绝 但她唯一能做的 只有安全离开 不枉费姐姐的牺牲 故事最后 皮脸来到山上的农舍 这里将成为 她新的藏身之所 电影节奏很快 但在剧情上 并没有推陈出新 不管是大巴车上的 血腥屠杀 还是结尾处的 断头戏份 延续的都是 以往残暴血腥的风格 但如果你是 B级片的爱好者 不苛求剧情逻辑 这部影片 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宝子们 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不要忘记 三连支持一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